韩国知名女玩家金素雅 画面右边这个戴绿尔小姐姐 熟悉格斗游戏的历史朋友应该听说过她的名字 好来看一下德国的戴 感觉这个 看这名字好像是一个 华裔吧 是吧 韩国的 金素雅用的是表克里斯 对战德国戴的 华克 超级化手打完之后 一战关板边了 是跳蜡地压制啊 这个跳蜡地不像酒吧那么变态了 华克的被地方板边一副压制 打到参数了 女玩家 但是经营格斗游戏多年了啊 擅长多种格斗游戏 都玩得非常不错 好了反面自己压制 这个 马力 要给德国带选手 争取一个获胜的机会 打中乱 但是被对方起身堵的 送龙 这波小跳鸭 这是成功了 真气压制来了 那现在马上就三气的真气啊 先来一个一气的暗黑地鸡落吧 这段暴摔绝对会让马力屁股摔两半了 那持续板边压制好了 马力没有能量啊 只能说过一个垂直剑旅渡 哎呦失误了连断也失误这个圣龙是什么鬼 这什么是什么鬼 还没完 你看又来一套 同样的招式又来一遍 嗯 马力真的敢凹啊 第一时间 他的体力还有最后一阶一下 哎 差一点 骗到一个呆 推进打击 但是没有成功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连段啊 堵尸楼不行了 对啊也是下来跳 我们看看红毛八神是德国带的熟级大将 对付的机会 这远身站动脚啊 直接确认了BC了 开了BC了 看得出来啊 德国这八神真的也是豁出去了 不给自己有任何底力啊 这个圣龙不中后卫弄 对方要给他来个双重超比杀 先来个虾米狂欢 后面再来个怀中暴男杀 这一招相当的疼 相当的有感觉的 哎呀 真伤啊 八哥 接近八哥的伤害 八神现在只剩下残血了 而且能量不是很多 血量更少 碰一下就死你了 刚说完 好了比赛继续进行了 这边依然是用洛克来做手法打对方的表克里斯 他说带用自己的洛克啊 想要做一个进攻方面的一个调整 只是这个调整好像不是很成功啊 依然是被对方压着打 好了法奇心的一轮进攻了 洛克的下盘 防守住 只是这边的地方带在cd 踹到板边 你防我就摔 对 你不防我就打 好 一个超级防守打完之后 还是在板边 在特殊里面冲不来了嘛 洛克 德国人费着一颗气 赶紧滚出来了 好了加油 我们看一下德国 哎呦 好了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现在是来自韩国的美女玩家技术呀 这一战德国的带 带着这个马力成为他能够 过正的依靠了 还不错啊 几乎小时连打掉了地方的手法 好了继续来看一下 表 这个是真奇家设啊 上来就是一个对空的 直阵头 那么接下来再来干黑地均路啊 感觉摔了一遍不过眼 再摔一遍 马力屁股被摔两半了吧 还没完 再来一遍 屁股被摔翻半了 估计了 马力 来看看金苏雅的真奇家设怎么样吧 马神想跑 暂时终究是慢了一遍 又被抓 给我来摔屁股 屁股嘴真的摔了一遍又一遍了 还没完呢 再次压制肥地 德国人想出来 出不来了 红毛马神又被这方抓起来了 又摔一遍 哎呀 又满一颗气 刚刚好 暗时终究是再摔一遍 这太欺负人了 太欺负人了 韩国金苏雅 完胜了 德国代